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们好像很奴气那不只是香港独有 世界各地包括你们最恩善的民主国家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制度使然 就算我说2019年之前我们会有一半的立法会 叫做民主立法会 虽然是比例代表制 兼格又有 掌心雷又盛 而且永远提不到私人议案的 因为要分数点票 有去监察 加速有些相对地比较 free的媒体去监察 其实都是find out 了很多这些工营机构 或者政府部门 搞错了 肥上瘦下 但你能耐去无寒吗 因为一个稳定的社会 其实稳定的社会 某程度是需要这些这样的职级 因为这些人是稳定的 但是亦都因为你这么稳定的人 他就更加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于是你又吊构我 我又继续这样 你吊架吗 这些风气一定会变成山头主义 埋堆 吊你了 而这些山头主义埋堆 你拿你的粮 你拿你的钱没错 最惨的是什么呢 你就会变成 只要你 我不要说你不埋堆 出来社会埋堆都是一种生存伎俩 就是你真是有能力的人 都未必能上位 这样就最麻烦了 真是有能力的做管理 真是有能力的运动员 我不是那一派系 我就不能上位 这样就造成社会危机 这就是国安风险 这个国安风险 我这个国安风险是否实际上是否稳定过很多小男人说的国安风险 根本就离脑了 你一看 一亿多 给一千一百二十八个运动员 然后只是出梁国 看完凶了二十二亿多 有没有吵得错 你就这样看 我说你也不要吵着 我以为是萧芳芳 不会 萧芳芳也就是 伙苗基金就是这样 喂 你个立人杀 真的一件事 老实说 大家要学我 学习 我吵着萧芳芳就不用给面子 但我也不会因此而否定她 她真的做戏好 虽然现在没什么戏 没什么戏做 她做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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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验实这个世界 这样就不是 她被我们穿了 老实说 有些东西可以出来说 这些就是老气骨 你想想 在2019年的时候 多么聪明 因为这班人 老实说 1989年的时候 没有那么聪明 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 1989年 第一 真是没经历过 第二 那时还是港英政府 那时大陆没有钱 那时大陆没有钱 当然了 那时大陆没有钱 那时大陆没有钱 有个人没有去过市场 你想想 那时为了 你那班小男人 为了你那屋 地屎那么大 但是台湾市场 要去那些什么 什么总会 什么自由总会 要宣誓的 要去大陆 要去寫悔国书 回大陆 要去大陆 要去寫悔国书 大陆 就等着现在大陆好像个浮渣 一样的 王晶都回来开YouTube 现在不止民进 我们的频道大陆 所以我真的要做多些东西 你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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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办法 人家的黎比德 我约黎比德 上来 你没办法 人家都可以推 王晶 你没办法 怎么办 没办法 你没办法 用小黄人的那种 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听王晶 你没办法听文进 一定是這樣的 當然要去自己聽一件事 首先周文港是甚麼人 我真的不想知道 於是我看 原來是立法會議員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 如果有人能夠講到30個 不用90個立法會議員的名字 我真的佩服到不看頭地 我不是說給你一張照片 你看可能有人講到30個 你一會再說30個 我真的佩服你了 我欺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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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10個都未必能夠講到 江玉歡 陳克勤還是議員 是不是 是 陳克勤 麥美軍不是做局長 李慧琴呢 李慧琴是不是 還是 還是 郭佩帆呢 李慧琴 郭佩帆就是救人 李子敬呢 陳凱欣呢 葉劉屬議 李子敬 容海 葉劉還是嗎 阿真的 雙語 那邊曾經 algae 鎮負其他人 張綺仁呢 仗玉人 新ä仁 仗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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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梁妙人 仗玉人 selection other than New York す restraint 7 years of przeci harm 梁妃與梁妃呢 梁妃 哪裡 梁妃gel 梁妃呢 梁妃 西爛河 梁妃低調情 一課 梁妃 再見 í男方 Shanghai 卓佩 菩坡 白國 佩 op 陳苑欣呢 若然這樣大概可以 一定量 但很難的 但是 30 載 Το やって了 我也唱了 你能夠 是三点上个上的,但是你只这样说上海龙的名字很有气势, 你以为他是上海仔叫阿龙,原来不想是,他真是姓上的, 是上个上的,大家查查过。 周盟说青年排工屋指路不通,应该奋斗, 我昨天说过,不想再花时间讲这个话题,其实我不因人言废言, 我到了现在,我都觉得,当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完全明白别人为何躺平,我是完全不赞成别人躺平的, 社会是吟家产,制度可能是吟家产, 你不会乘世吟家产的,就算你终于是吟家产, 譬如有个炸弹炸下来,死掉了, 我们经常说,是在乎过程的, 你自己都应该要奋斗的, 不要说要读书,赚钱, 你可以进修很多东西的, 我都不认为应该要躺平的, 但是,为何仍然要去申请这间公屋呢? 真是没有成本的,对他们来说, 所以,我们看回房屋局回应, 立法会议员周文港提出的书面质询, 原来和五年前相比, 30岁以下的非奖者, 一人申请已经由66,500宗, 跌到27,900宗, 那情况是不严重的, 为何呢?五年前, 第二,有些人已经, 二十多岁变了30多岁, 就不是30岁以下, 第二,很多人走了, 走了, 第三,也可能有人发觉, 你老母, 真的此路难通, 要排到五六堂东西, 如果所有情况不变, 你是不是能够, 我为了一间公屋, 我昨天说过, 有人会, 但我相信真的不多, 你几十年了, 如果他不搞入息上限, 都不现实了, 你那些高官, 包括他们的臭字, Ian Chen的粉丝, 罗淑佩, 12000一人的上限, 基本上, 吓家产, 真的不说大话, 都不能说, 你还要去巡邮人的停车场, 你自己说, 不现实的, 他们这帮年轻人, 为何都要申请定了呢, 因为对前景真的没有信心, 很简单的, 哪有信心呢, 好像有个政重打网去, 今早上千禧年代, 有个王女士说, 我不同意你, 我说法国, 我是七十年代人, 和你差不多大一点, 又小一点, 因当年提供, 政府提供入住公屋的机会, 有两个小孩, 王女士说, 看到下一代, 很难组织家庭, 他说抽六表, 抽了八年, 八年都抽不到, 即是六表居屋, 其实现在抽到的, 八年算少了, 因为真的容易抽很多, 买不到的, 但是你会不会去买呢, 他不同意, 周文港说, 很多机会上流, 这个真的是周文港, 你已经上流了, 香港有机会上流了, 怎样上流, 我不要说是绝对没有, 但是真是难的, 不是他上流了, 他做立法会议员, 你能做多两个立法会议员, 周文港也觉得没有上流的机会, 所以 neighbor, 家庭又狩闷 accordingly, 调查你们详情 Влад 말 consecut, 如果没有问题就去招队你们的下流, 在这一阳连 differ我 的我答应就是不排队, 可能由三十二萬變成二十七萬 這樣就少一點 感覺上沒有那麼難 你自棄不設光 會很少 老實說 你問我 我要叫我兒子去排定先 快點啊 不是 剛才我兒子發達的事情 排定先我怎麼知道 這麼難 我在環境 越遲排就越遲 沒有成本的 只要加到13000元的工資 我們好市民 我通知房屋處 你問你了嗎 你撿了我 現在撿了你了嗎 他會不會 當然不會 還未到你 一到我五十幾歲的時候 到我的時候 可能我又去那晚 去那個什麼 為什麼不排 這個就解釋了 還有 它可以這樣 中間如果你改變 結了婚 你家人又變得快點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要排 為什麼不排 好了 他說很難組織家庭 他不同意 周文說很多機會上樓 他說作為夾心階層 等都等不到向上樓 等了八年了 他說 我自己走過人生路 這個王女士說 假如我在這代 我會覺得很慘 都不知怎樣走 樓價又那麼高 你說跌了 其實跌了也是高 今天我真的很留心 我心這麼興奮 咦 有個咪在那裡 這是我們平時錄音的咪來的 先夾回去 樓你老妹 我放在那裡 樓你老妹 正式打飛機 有時候打飛機 還要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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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樓你老妹 今天北國百伏法院也有點久了 真的有點夠 500多尺 570多尺實用 490萬買了 這麼便宜 大萬定點 兄弟 樓你老母 不用怕 一定買到樓的 其實說真的 我們給樓價慣了 現在就算還給200萬樓來 三四百尺 其實你收期都是60萬 97年的時候 我們上車 200萬 其實就叫做碰到 都是難的 你作為打工仔問心那句 不過我們兩夫妻 她就死坑死底 有機會存到 普通打工仔 打工仔 打工仔 不容易 譬如正式來說 不要說裝修 你起碼拿著五六十萬 上車 可能八成 又怎樣 喂 樓你老母 何來有五六十萬 我找那兩萬元 一萬多兩萬元 我何來去存 我想做樓爐都不能想 最想要是 樓價跌三成的時候 我收入了五成 喂 樓你不是 你樓價跌三成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到什麼環境 老闆撿了一顆 哪些最穩定 都不是醫生徒師 我們有經驗 那些公務員 最多是不加工 那些工營機構 繼續 如果不是 你醫生徒師也會死 你普通人 大得惡 我以前做地盤 我二千元 我真的一個月五成 沒所謂 樓價跌三成 我原來 早上去西環碼頭 很像我們看電影 熱問那些 如果你是去孤立街 早上做這樣 那你沒有用 找不到 好了 怎樣走下去 其實真的無所謂 香港人靠自己 我也不覺得政府要做些什麼 你公道些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看會對結節 明天就去看 基沙文決陣 首先 我覺得這次的宣傳率非常不夠 我是上兩個星期才知道 是M品牌的贊助 現在買了多少票 根據你所知 97 即是17000 如果從大球場來說 就不算賣得好 不過這樣說 如果17000票 你又不能夠說 正先踢 我想臨場有意 和阿體會的限制力差不多 你又不能夠 為什麼呢 巴西國家隊 包括有3R 都是2萬名票 真的很奇怪 因為基沙文決陣 有人問 擔不擔心 是這個翻版美斯事件 我不知道阿正怎麼看 我覺得真的很不同 你美斯上次就屌你了 好嗎 真的是美斯掛頭牌 因為美斯其他隊友 除了蘇華露和美斯 你也不認識 你也不認識 你馬體會什麼都不要說 你只是領隊都認識 斯夢寧 其他球員 基本上 我不看西甲 我看陣容 都說得出大部分 知道在哪裏 都算不差 甚至是 不是車仔 又是個傻子 李津 機三 先別脫了 艾斯派古達 好了,我覺得M品牌的主席,首先我這樣說,M品牌,但是馬啟會這件事,又是否夠了這個級數呢? 即是是盛時基金,都可以說是夠的,都算是這樣的,但我覺得,真也好,假也好, 伍健就說沒有責任,我也沒有責任,因為我只看到馬啟會的記者會,那些球員出來,然後有斯蒙尼, 即是人家這個跑江湖的態度是很好的,我就會覺得,那美斯就好, 但又不是,我看到美斯在其他地方又好,我不是為美斯殺蟹,他在其他地方又不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麼不得體呢? 為什麼他又兜開來不肯和他們握手呢? 為什麼呢? 但是之前他自己私人,你們不安排那些去探病童,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又回復他這麼親民呢? 你媽的,是呀! 還有,現在回水監事搞成怎樣? 當時有說回水? 有沒有跟過? 沒有跟什麼公司說回水的嗎? 回... 回分票價一半嗎? 對,一半 有沒有回到? 有拿到嗎? 有人拿到嗎? 你買黃牛飛就不可以想像皮糖 當然啦,黃牛飛這件事都會保障的啦 我買十匹的槍黃牛飛,如果你的票價四千塊, 如果你的梅溫拿去差東西給我, 如果你的,好嗎? 兩差都沒有啊,黃牛飛 好了,但是呢,他就說馬體會, 吳健就說很有誠意的,為什麼呢? 咦? 跟他們講完,知道了, 他們有一個原來下屆聯賽, 有一個U22聯賽,是什麼來的? 阿靖,你講一下,什麼叫U22聯賽? 是什麼事? 下一季他新增 是,是不屬於港超聯的 不屬於,就像以前他預備組那樣 預備組,即是,以前港超聯, 專門用U23去踢, 港超聯是不是輸了? 好了,沒有了, 現在就做了一個Lead,就是U22,OK? 好了,他說他跟馬體會講完, 哇,馬體會不由分說, 聽到他的理念之後, 就立即捐了15萬美金, 111萬港元給這個港超聯賽會的青年發展基加匯質, 是的,他就說, 吳健就說,連上這個基金, 就是馬體會捐給他那些, 還有之前的籌操, 他說大概都可以搞到這個, 即是營運了這個U22聯賽兩季了, 還有門券收入的, 我不知道他怎樣拆, 他是獨立的Lead, 還是會在我們的超級聯賽之前, 然後拆? 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猜獨立吧? 我覺得你要獨立, 獨立, 你便宜一點點, 多人看過你超聯賽, 因為我們會起碼, 你U22, 譬如那些小朋友, 那些父母, 我們也會去看看, 父母就不用錢, 給錢也要去, 但是如果你說, 在港超聯說, 你八刀一刀一刀就想飛, 現在, 然後我去看, 說我未必製, 不知道, 看看到時候怎樣, 他就說, 用來支援連天球員的心目津貼, 你覺得是, 我覺得馬體會不會和你原方的, 應該都是馬體會自己給的, 沒有理由說, 叫你給15萬, 你說贊助我, 即是來踢表演賽, 還還給錢? 是的, 我覺得很奇怪, 當然, 在別人的球會來說, 15萬美金, 就真的, 以別人去這麼溫某球會, 真的不是什麼,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機會是, 譬如, 五件給15萬美金, 馬體會叫他, 喂, 你真是做一場好戲, 這樣, 我覺得很難掩蓋, 這些沒有必要, 那我就, 真的要多謝馬體會, 說, 你找個有錢人給15萬美金, 很難掩蓋, 說, 巴勒幣, 說, 我們特區政府, 好像這樣, 原來, 15萬美金, 百多萬, 加上其他門票, 分分鐘, 找到兩年的話, 喂, 這些U22聯賽, 政府給三幾百萬, 不過分, 是吧, 馬會也給了, 馬會也給了, OK, 好, 再見,